大家好 这里是艾奥科技 我是蒋镇磷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艾奥科技的支持 日后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 去做更多优质的拆解 和手机维修案例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 相信大家应该发现我下把伤口了 怎么造成呢 就是拆黑莎商的时候 不小心拆到了自己的下巴 不 黑莎商还没拆呢 不重要了 那么今天的黑莎商详细拆解 你准备好了吗 先取出卡托 密封圈现在基本都是标配了 关机 开拆 吹风机对背面加热30秒左右 用薄刀片沿边卡入 稍微向上挑起一点缝隙即可卡入指甲 划开一处边胶再插入拆机片 顺势继续划开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指甲 这几天指甲在保养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后盖与主板还有排线连接 先拧下固定螺丝 取下盖板 非常的松 镊子碰一下就掉下来了 后盖上集成的排线是管磁吸充电和呼吸灯的 如果不装后盖的排线它是不能开机的 它会一直处于黑莎的logo然后重启重启 下一步断电 扣掉电池排线 另一个电池在开机排线的下面 一起断开 接下来把能看到的螺丝全部拧下 扣掉底部的天线扣 撕掉与铜管相连的石墨贴纸 用镊子轻松挑起底部扬声器 扬声器并不大 左侧全部都是塑料盖板 撕开两侧的导电布 取下最上面的屏蔽罩 两侧斜对角都有反勾 前后悬一下即可取下 把所有的相机排线全部扣掉 取下相机 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看样子这是两条胶 外面是格力膜 撕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种情况应该是把相头 通过胶跟这边粘在一起 来起到固定的作用 但这个膜都没有撕 有可能是装机的人员忘记了 也有可能是把这个胶 直接当做缓冲画面来用了 排线下面还有导电布 撕掉后即可取下相头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前摄也有导电布固定 撕开后用镊子挑起 拧下固定主板的螺丝 扣掉所有排线和天线连接座 但并不能取下主板 因为屏幕从背面跟主板连接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先拆屏幕 吹风机加热30秒 用平刀口从顶部挑起一点缝隙 卡入拆机片 沿边划开即可 虽然内屏的间隙不小 但还是不要太往里延伸 掀起屏幕 这边有排线 还得注意 侧向打开 如果正向开的话 很有可能把屏幕的排线拉断 上面还有盖板固定 先取下 屏幕通过一条延长排线与主板连接 先断开 屏幕排线下面的胶非常的紧 吹风机加热10秒钟 再用平刀口将其撬起 我去 它这个喇叭的防尘网竟然是塑料的 刚才吹风机没注意 吹下去竟然滑了 然后我把二代的拿过来看了一下 这个是金属的 虽然是薄了一点 当时是金属的 而三代是塑料的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宝宝心里苦 你们懂吗 拧下固定延长排线的螺丝 取下盖板 抠掉排线 再撕掉上面的石墨贴纸 电池的排扣是从背面穿过来的 先把它们都夹出来 要不然可能会卡住 现在往下按 这个主板已经有点松动了 给大家看一下 但这边还有贴纸粘着 稍微用点力 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 大力准没错是吧 翻过来 主板的下面还压着一条排线 小盖板的这边是卡扣 用镊子向前挑一下就能下来 抠掉排线 取下主板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明治散热了 这一根铜管会比较厚 比较粗 这一根就相对会薄一些了 比较清脆 主板上这些大一点的芯片 都有涂这个散热硅脂 边面也是一样 CPU和硬盘都有带焦 这是主板所有桌子测量的参数 供大家参考 听筒的护板还有一颗螺丝 打开盖板 可以看到听筒 3.5的耳机口和卡槽护板 它们都通过这条排线 转接到主板 先扣掉听筒的排线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拿下来 不行 下面的焦也是非常的紧 用吹风机加热10秒钟 再试一下 直接飞了 还是挺大的 和喇叭的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耳机口跟这条排线是一体的 不用加热 应该是可以撕掉 看我们拆解视频的观众 有很多都是同行和喜欢拆机的数码爱好者 所以我会把拆机的步骤 讲的相对详细一些 那么我的B有了吗 扣掉感应排线 取下卡槽副板 这下面的胶也很紧 上吹风机 加热5秒左右 用平刀慢慢的敲起 前面是一个卡槽 背面也没什么其他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上天线小板 被螺丝固定 一并取下 再吊个头 继续拆震动 用镊子稍微用点力 可以翘起来 当触点排线粘得比较紧 为了安全 还是吹风机加热一下 这样就轻松很多了 什么轴就交给大幕了 再扣掉尾叉和下键线连接的排扣 中间也有一颗螺丝固定 先拧下 小板下面就没有胶了 断开尾叉和底部传感器的连接座 下面虽然有胶 但还是很好吃的 镊子挑起 你看有手有脚 有点像那个玩具人 再翻过来 石墨贴纸在黑纱商的身上 占比还是挺大的 下面就是电池了 先撕掉侧边的导电布 这一块集成的侧天线和开机排线这些 下面还有挡板 是用螺丝固定的 这里还藏着一颗螺丝 拧下后取下小板 它两头的信号线是穿过中框的打孔 与背面的主板连接 拆还好一点 装的时候相对就会麻烦一些了 再拆游戏键的部分 先用镊子夹下小盖板 游戏键内部是由卡扣固定 用镊子挑起 向外轻轻一推即可取下 这里应该是靠传感器来控制的 开机键、附送化和游戏键 都集成在了这一条排线上 游戏键它是通过传感器来切换开关的 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按键推到这边 它感应到了 然后它就会切换到游戏模式 推开 它就会退出 音量键的排线绕过电池到背面 固定在中框的内侧 用镊子挑起 再反过来取出排线 向外推出按键 继续拧下侧边的螺丝 取下盖板 两边侧天线的小板差不多 都是将两头的天线穿过中框的开孔 与主板连接 拆到现在整体的感受就是一个字 绕 因为绕来绕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最后拆电池 虽然电池没有易拉胶 但这种结构非常好拆 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先用吹风机加热20秒 把拆机片剪成小条状 从这边的口子插入 如果怕损伤排线的话 可以将其穿到背面 再用镊子向内延伸 稍微用点力就能挑开 这样拿下来的电池 基本是不会变形的 另一边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你看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是无穷无尽的对吧 这样的设计给我们意外 又给我们惊喜 配件上随处可见黑莎的logo 好 接下来我把它装回去 我们积个10 开始 滴滴滴 听到没有 OK 我们看的 能不能进去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 喇叭的这个防尘筛 有点化掉了 到时候可能再去重新配一个 想看更多拆解和维修案例 请继续关注艾奥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 它这个喇叭的防尘网 竟然是塑料的 刚才没注意 风枪吹呃 你 随锋 随锋 领 空枪吹 水 死 是的 og 关注 冲 冲 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